最近很多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来看看这场非常特别的毕业典礼 云林县虎伟的光复国小 他们为了欢送十位毕业生 特别将毕业典礼移师到社区的三合院来举行 而且选在晚上 全校四十多位的师生接力上台表演 甚至连村民都来同欢 让毕业生收到满满的祝福 在南风徐徐的众夏夜 师生们顶着星空卖力的演出 村内的老老少少也都同喜欢乐 十名毕业生收到了大家满满的祝福 祝福他们 祝福这十位小朋友 红尘万里 这想别开生命的毕业典礼会眼线轰动 为了让全村人一起同乐 学校的直排轮队在傍晚 就拿着邀请牌绕行村内大街小巷宣传 让村民一起来到老类 非常的感动 因为真的有几个百姓的老公公 做的人女的阿嬷 他们都是全男 这就是我们隔壁的某某人 他上台表演很棒 光复国小是以所融合在乡间的迷你学校 校方以结合社区的方式 让毕业生接受来自全村的祝福 也期许他们未来的路能够走得更远 他俩一切 你们没有伊末